欢迎收看大爱早安新闻 首先要带大家来掌握天气状况 基本上来说今天全台各地的天气都相当的稳定 都是属于晴道多云的稳定天气形态 要特别提醒的就是各地的山区午后容易下雨 那么其实我们进一步要从定量降水预报来看 今天的天气主要分为两阶段来说明 白天稳定就像刚刚所说的晴道多云 但是到了晚上开始就要变天了 由于东北风增强水气增加 因此迎风面包括了基隆北海岸 还有宜兰花莲这一带地方 都会容易转为比较下雨的天气 至于今天温度的部分则是跟昨天差不多 夜晚清晨各地的低温普遍落在23到25度 那么白天的高温像是南部地区可以来到33度 所以是温暖感觉偏热的 大家外出还是要因应这个早晚温差比较大 适时的添加衣物 关系完天气 接着来看到的是健康一点通 一个真实又很励志的人物故事 中华民国马拉松协会的创办人 卢瑞珊先生今年68岁 但是4月份他突然出现了中风的情形 一开始严重到没有办法吞咽 大小便也没有办法自理 只能够卧床 但是他凭借着运动家的意志力 全心全力投入附建工作 半年的时间他现在已经可以溅走七八公里 这几句话就是卢瑞珊克服困难时拥有的意志 被称为马拉松之父也是前国寿的他 今年4月却突然中风 刷牙换衣吃饭的小事都成了大事 一般人可能认为中风后没有回头路 但只要努力克服仍有生机 如同卢瑞珊复健半年之后成效非常好 影响中风复原因素包括年纪 病造位置供病等 但临床上恢复好的病患很重要的 还有动机以及家庭支持 这个病患他能够恢复这么好 主要是他本身有非常积极 愿意配合的一个动机 那再来就是说这个复健团队愿不愿意 很积极的帮这个病人设立一个好的目标 医师呼吁一般人会有迷思 热爱运动的人不会中风 但其实中风和高血压糖尿病等危险因子更有关 但运动仍然重要 若有运动底子受到功能损失后能够有更好的复原力 大约新闻林佳珊李明华台北报道 再来认识一位力争上游的高中生曾伟明 他因为有书写障碍学习状况不断 于是他靠着多练习多发问追上了同学进度 获得了今年慈济新雅奖学金的鼓励 还有一点让长期陪伴他的师兄师姐们 很佩服的就是曾伟明他很孝顺 父亲中风之后的生活几乎都靠着他张罗打理 方学回家曾伟明最挂心的就是爸爸的事 看一下爸爸有没有怎么样 然后帮他加水 然后就帮他倒一些就是怎么讲拍卸物 然后就是对 然后就是看有没有什么需求这样 没有身为小儿子的娇宠 有的是早受的承担 父亲在三年前中风 母亲一人兼三职扛起家计 姐姐们因为工作就学不常在家 曾伟明就是妈妈的最佳助手 回来家里他就是会先照顾爸爸 就是一些什么生理上的需求 然后就是等我回到家里的时候 家里是干净的 今年还得到了新雅奖学金的肯定 但在过去他因为有书写障碍 学习总是落后 有些什么木会变手啊 然后可能自己能会变乙这种 反正就是我没有办法记得很细项 就是我脑海中记出来 跟我写出来是两个东西这样 三四年级的时候 可能人家一个小时写完的功课 他可能要三个小时 他都要写到十一二点 妈妈的担心还有他的害羞 他以前是一个很害羞的孩子 就是他出去外面 他甚至连去便利超商 都不敢跟店员讲话 平常就是除了看书 在家看书啊 然后照顾爸爸 其实也没有特别说 有什么活动这样子 然后我就想说 好 那我就试试看 然后就是他说要去带小朋友这样 然后我发现 他去了当亲子班的志工以后 就是整个人个性都改变了 然后甚至他今年 当了魔术社的社长 目前就读高二的伟民 面对镜头能够侃侃而谈 靠勤学 勤问 赶上进度 这笔进步奖 奖学金 实质名归 他也做好安排 去买参考书啊 然后就是剩下的钱 可能就给妈妈 就是他毕竟赚钱也辛苦 大爱新闻之战美之工 傅长新 张素玉 台北报道 台中太平有一户人家屋主的妻子女儿 罹患了罕见疾病 由于他必须外出工作维持家计 家中的环境无力清扫 于是慈激之工知道这家人的情况之后 用实际行动来关怀他们 从一进门的客厅到厨房 所以就累积很多 女儿发病前是护理师 后来辞去工作 现在运动跟吞咽功能日渐退化 会一直跌倒 还有步 郑先生脑流开过刀 并有多重慢性病 他当停车场管理员 赚取微薄薪资 也要照顾女儿 要把女儿送去医院就医 所以医院家里来回两头跑 真的是很辛苦 会让妇女俩有个整洁舒适的居住空间 志工不怕脏乱 分组进行清扫工作 因为有些困难 我们就把她穿进去 要把她穿进去 让她感觉大了 更舒服 师傅师姐他们这样 全部动员起来那种力量 我相信按加之后 身体一定会比较健康 除了帮郑先生买一张新床 同时也提供一张电动病床给女儿 清扫过后 室内焕然一新 我反馈不了什么东西 大家这样帮忙 真的很感谢大家 贫病家庭除了协助清扫 志工也将持续关怀 当这对妇女的支柱 大爱新闻张柜端 刘伯明 吴晨梅艳 台中报道 再来看到也是出动打扫任务 这一次山陀额台风来袭 南台湾也受灾 包括了在高雄古山有慈祭的环保据点 满是泥流 三十多位当地的慈祭志工 自动自发前往打扫清理环境 清理环保回收点 先把杂物全都往外搬 被风雨打湿的弹簧床 十多位慈祭志工合力搬 挤出了门框 在台上的推车 解决以后 接着得除掉地上的脏污和泥巴 过程腰得弯得够低 还要反复蹲战 这是我们生日的老段 前例 能活到老 我们不能叛老 要很高兴 要感恩 要幸福 越做越幸福 七十多岁的慈祭志工 坐得满心欢喜 忙着清理房间的地板 和刷洗洗手间 而更费力的是 屋外排水沟的走道 搬起一二十公斤的石板块 再整理铺好 户外的杂物分类 搬上了回收车 来参加清手的年纪 半数以上都是六七十岁 也有母女党一起来付出 带着她一起来就是付出 然后可以就做一个 手心向下的人 我们上人都说 见苦之福 小孩子通常 你没有带她到现场 她没办法去感受那种 真正的苦难 过来就很值得 可以帮助别人 可以做好事 大家就是集结这样子 很热心 我都说庄严自己 法性之间这样互相关怀 我觉得很温馨 希望以后 这个地方也能够长长久久 我们所有的师兄姐 今天都是大家共成就 回收点清理前后 让成珠水立地 做环保的苏砖相当感动 这一趟清扫任务 志工付出无所求 清静回收环境 环保志业长长久久 大家新闻 翁崇文陈立伟高雄报导 继续把镜头转到泰国 来看到泰国上个月 遭遇到30年来最严重的洪水灾情 尤其是在太北的清来府 灾情惨重 慈祭志工大老远从曼谷前往清来府发放 看到都是毁损的污舍以及泥泥 还有很多受灾居民反应 吃不下也睡不好 看比南亚海啸的大洪水能有多么可怕 上帝视角清来府市区 郭河变黄河 明明大水退了 但沿岸到处是溺水的房屋 河边刚好就是水冲过来的时候 他们把他们的地也全部都冲走了 所以房子是直接往水里沉 然后这边的负责人也说 还好他们有亲戚在附近 要不然是没有地方可以去 他们只能可能去睡庙 探经皇太后县洪水面前 桥梁不堪一击拦腰就断 滑坡后的房屋 矗立悬崖边缘 民众早就弃无逃命 一路挺进来到清来府 受灾最严重的美赛县 打听到危急时刻 竟出现食不果腹的采矿 洪水当下美东屋子都成了孤岛 好不容易才保住性命 又得面对一辈子心血 泡汤的严重打击 拆除的布置房子 还有里面的回忆跟欢笑 仇云惨物看着家园归零 尽管志工陪在身旁 但心理阴影跟创伤 怕是只有时间才能冲淡 大爱新闻 桑瑞莲 斯赫拉 泰国报道 早安 慈激请 要分享几天前在马来西亚 所举办的一人一扇远离灾难的街头活动 邀请到槟城的慈激之工程 和周师兄 陈师兄 早安 早安 主播 陈师兄 一人一线 这样一个运动已经在全球推广了超过20年 那么我想问的是 今年北马举办的特色是什么 我们今年举办的特色有几种 第一个因为我们是配合 禁师椅35周年纪念 我们也把 亿万三千张禁师椅 在当天分发给民众 而且更有因言的是 向民众解释上人的法 一句好话 让他可以流通 我们也把这禁师椅 帮忙把他们贴在车上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 禁师椅在满街跑了 是 所以就是结合了禁师椅 再搭配每一年在这个阶段 所举办的一人一扇走上街头 慕心慕爱的一个活动 那么我刚刚一开始就提到 我们这个运动维持了 至少超过20年的时间 然后又是在几天前才刚刚举办 有没有给你一些人的回馈 让你印象很深刻的 有的 真的有的 当我们去的时候 我看到有很多熟悉的年 民众很热情的招呼 甚至有一些他自己停下来 或者是骑车到我们旁边 你们是持绩吗 我说是 我们想要捡款 因为你们之前水灾 有帮我们 还是说之前我们受困难的时候 他们你们持绩过来帮忙 这次我要回馈 所以他们也把爱心肩下去 而且我们也得到很多的一些有足 老人 小孩很积极的反应 然后最让我感动的是 有一位摊主 他很大方的 很积极的 拿出了三百块 捡给我们 这是一笔很大的数目 那我又问他 为什么要捡这么多 他跟我说 他要帮他的太太 做好事 要回向给他 跟他互动的过程中 看到那一份 缅怀情人的思念 很感动 他把这份爱心 传承下去 是 所以汉州师兄 在讲到这一段摊商 捐出三百块钱 然后要回向给自己的妻子 那份怀念亲人的感动 你是久久不散 提到这一段 你真的是一度哽咽 我们听了也很感动 就是你们走上了街头 不管是认不认识慈记的 或者是骑车经过的 都会停下脚步 停下他的行程 然后问一句 你们是慈记吗 怎么样捐款 怎么样互动 怎么样行善助人 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方便法门 那么接着我们就想要问问 汉州师兄 您在筹备这一次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也发现 有很好的因缘 大家汇聚在一起共善 我们在筹备关键中 有几个比较合复协的地方 第一个就是物质的安排 因为我们不只是在槟城 我们一共有26个祭典 人力的调配 物质的协调 我们都必须 很早之前就开始要筹备 安排 确保他们能够在 当天有 可以有很好的物质可以用 第二点 我们更多讨论内容是 我们要如何制定我们 一人一散的方向 因为它不是一个活动 它是一个运动 我们要继续地能够保持那份善念 来慕行慕爱 把这个善的能量 能够永续不断地传承下去 它并不是说 在上街慕行慕爱之后就完了 不是的 我们志工要做的是 如何继续地带领民众 保持这份善念 把它推迟下去 这才是我们要做的 是 所以靠着团队的力量 才能够促成这么好的一个活动 而且我们不是只做一次 对不对 我们希望就是引路度人 然后让这个善念 在每一个人心中去流窜 这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 那当然汉州师兄这一次是负责 整个策划跟执行 我相信在过程当中 您一定接了非常多非常多的变化球 可能遇到哪些情境 你在这边跟我们分享一下 然后你是怎么面对的 变化球很多 好像说在物资安排时 他们说 我这个要多了 那个要少了 然后如何让大家能够 在有效的时间内完成 这方面需要志工厂家 一起来协调 而且很多志工 他住的比较远 那我们说 怎么把它发到他身上 是不是可以送过快递 然后志工说 快递不可靠 我们志工送过去 非常感恩 那么总结这一次的活动 您自己个人本身 学习到什么 最想要分享的是哪一个点 除了合合互协 团队的力量之外 您还看到了 观察到了什么点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承担 这么大的一个活动 我学习了很多 我非常非常的感恩 上任 放斑了这个实际世界 四大八法 各种各样的活动 真正的张网 可以走入人群 修行 没错 对 走入人群 积极付出 对 所以反而是 汉州师兄 学习到最多了 非常感恩 汉州师兄 这一次的分享 我们也希望 这个一人一善 每一个人 心存善念 然后学习 行善助人 非常感恩 汉州师兄的分享 感恩 感恩 的确都要 人人心存善念 接着来看到 所谓的台日交流 互相帮助 现在又多了一届 日本九州风前市的 市长率领 爱心团体图魂 来到了台湾 要帮助的是 花莲县秀林乡 原住民少年儿童之家 进行油漆的彩绘工程 日本屠魂爱心团 来到秀林乡 国小会刊 这群聚工发挥美术专业 在全球各地 工艺彩绘 零四零三大地震 花莲努力重建 台湾企业千奇良缘 邀请日本团队 合作行善 修善已经完成了 我们就来看一看 同时也是接力善 后面还有好多人 一起来共襄盛举 接下来第二棒 就是我们的客服班的厨房 这样子的重建 那第三棒就是 就是他们希望能够 帮助一些学校 然后去做就是 搶面的一些重新的本刷 日本三一一大地震 受到台湾温暖协助 如今花莲需要帮忙 日本伸出援手 真诚付出启动爱的循环 公益串联 台日友好 今天的国际关键字要来掌握的是 野火暴雨肆虐 看到的是巴西爆发的干旱 引发野火灾情之后 如今又遇上了暴风雨侵袭 造成至少八个人死亡 主要的原因就是树木倒塌 压毁了住宅墙壁 根据巴西国家气象研究所的统计 两天下来巴西中部以及东南部地区 遭受到每小时100公里的强风 以及100毫米的单日降雨量 这也使得巴西最大城市圣保罗 大部分地区停电 影响了160万户家庭以及企业 2024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 由美国的经济学家 包括了爱塞莫鲁强生 以及英国经济学家Robinson 共享殊荣 The 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Sciences has decided to award Sverige Riksbank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in memory of Alfred Nobel for 2024 to Darren Ashimoglu MIT Cambridge USA Simon Johnson MIT Cambridge USA and James Robins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USA for studies of how institutions are formed and affect prosperity 根据了解这项计划 并且首度成功利用发射塔 设计被称为是筷子的机械手臂 捕捉到回收第一节的超重型 助推火箭 上演了筷子 假火箭的画面 真的是前所未见 接着关心天气数据 北部晴时多云 气温23到32度 降雨几率0到20% 中部晴时多云 气温24到32度 降雨几率0到10% 以下就是这一节新闻 感谢您收看 我们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